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竹高鐵特定區 它的發展率只有73.3% 包括台科大重劃區 它的發展率只有70.41% 包括限制山崎 限制山崎 它的發展率只有56.23% 各位 我們看到在台資源區的計畫區的周邊 就有這麼多的住宅區 現在還沒有利用 現在還是空屋連連 為什麼我們要徵收這447公頃的特定農業區 這麼好的優良農田來做這個沒有用的都市計畫呢 這個案子的土地利用計畫 所謂的產業園區只佔13% 所謂的住商區接近五成 我要問大家 這到底是要發展產業 還是要炒地平 炒耐耐 這個案子從頭到尾拿著國家建設這個幌子 來徵收我們這土地 它的必要性根本就沒有什麼必要性 完全是以來滿足那些投資客來玩這個土地的儀式 招鐵的旁邊是農田 對 它是上面有非法工廠 這裡面是非法工廠 工廠跟農舍 然後還有兼有農田 對 也有農田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尊重 為什麼 但是交點 就會它的 陳毅序 他創會長 現在因為他自己本身大危險 他不好意思當會長 就當副會長 這是他的九十九年第十九屆里長競選政見 大家看清楚 他怎麼寫 他說本計畫在十二月發展內政務通過後 古北市都市發展的虛勢已經無法改變 這是他講的 但是我們如果真正執意反對追蹤 跟政府探爭 並不符合我們大多數人的利益 我們必須調整方向跟政府協調與爭取最大 家人的利益 你看看這個執政見問會長 這是頭前夕啊 東興鋸 舊黨鋸的分水片 水從這邊分為 一邊去的東興鋸 一邊去的舊黨鋸 他在這邊設 設江母亞 這頭前手啊 工廠 我問你啊 這還侵占國有地水利地 他只有九十瓶是合法 其他全部九百多瓶全部是非法 請問 我們也拿給中央官員看 他們看到嚇一跳 請問這是特地農業區嗎 所謂特地農業區 就是非常適合種田的 所以他一直在講日本種民 我問你 這適合種田嗎 請問你的工廠開水 誰拿來 這這都是非法工廠嗎 不是 這裡面有些住家 有些的住家 有些的工廠 是鄉村地區的土地 住宅土地供給不足 所以有很多人破於生活 他可能會打解說 可是這個數量都在極少數 對 那縣政府應該做的 是去輔導他們 去讓 要求他們改善 限期拆除 自行拆除 或是輔導 恢復成 恢復成應該有的使用 讓我們的廢度土地管制可以完善 而不是拿這個出來指控他們說 這裡要開發 在我們竹北埔域要開發將近200公頃 195.6公頃的土地 苗栗的竹南大埔開發了63公頃 現在你們可以去用故宮的地圖 或者是到大埔走一趟 那裡全部都是住宅 而且最近連在那邊炒作地皮的帥過頭 都在電視上說 哇他被套牢了 我告訴你們這些人不要炒作地皮 炒作地皮的結果就是你也會被套牢 同時你會迫使我們的農民 無地無業根本活不下去